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 一般我们是说 它的缩组压大于140毫米拱柱 那么缩绕压大于90毫米拱柱 这个时候我们是考虑它有高血压了 但是有以下几种情况 就是老年人可能是 在几种情况下你怎么来判断 它血压是不是存在着一个老年高血压的情况 那一种情况就是这种诊室里面的诊断 那他来到医院 如果在诊室里面 他这个血压多次测量超过140毫米拱柱 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它是存在高血压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说他被24小时动态血压 那24小时动态血压 这个时候的诊断标准 它要根据几种情况 一个是他的24小时的平均血压 24小时平均血压 如果超过13080 那么白天的平均血压超过135 85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夜间的血压超过120 70 那这是来评价一个 他在24小时动态血压里面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高血压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没有来医院 那他在家自测的 如果在家自测的 那他超过135 85的时候 那就要考虑他已经有高血压存在了 当然老年人最初 如果你给他做出诊断的时候 那我们还是建议他来到医院 就是诊室里面 由医生来给他判定 是不是真正是出现了这种高血压的情况